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选战最后五天 蓝绿白在最后黄金周六日 都有大型的造势活动 民进党台北市场候选人陈时中 昨天举办大游行 参与人数超乎预期破15万人的记录 身世超越八年前的柯文哲 那国民党是在周六晚间 集合白北基陶竹苗的七县市长 举行大团结造势晚会 那白银的高鸿安以及黄珊珊 是分别在周六日举行造势晚会 其中高鸿安又爆出争议 他号称有75位的里长力挺高鸿安 但有多位里长抗议 明明没有受邀 也没出席 却被列明 名单不止灌水 名字也打错 就被质疑了 为什么要骗呢 还有高鸿安竟然邀请贪污定业的 前新竹县长范正宗上台助讲 沈慧宏就说 这是史上最荒谬的奥包 让范正宗在台上造谣抹黑 而高鸿安还高喊 当选后要实现郭董的愿望 原来高鸿安当市长 是为了郭台铭 不是为了新竹市民 怎么会毫不避讳的政商关系呢 那郭董的愿望又是什么呢 还有四叉猫爆料 高鸿安在群组贴 宣董的私讯 对照A助理爆料宣董要过的法案是什么呢 高鸿安都在为财团服务吗 那他会不会不照顾新竹市民呢 尤其新竹市是护国神山企业群的所在地 他会不会连这些都出卖呢 那联电创办人曹新成就说了 票投国民党就是为中共统一铺路 别以为地方选举跟国家安全无关 县市长是民房的指挥官 他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还是认为两岸一家庆 只要不台独就不会有战争 讲万言说抗中保台是鬼故事 抗中不一定保台 这些人是在松懈台湾人的意志吗 如果蓝营选上一堆的县市长 当选之后呢 又连妹去中国访问 那全世界会怎么看台湾 欧美国家会认为 台湾还需要保护吗 这会不会让台湾反而陷入危险 让中国认为可以发动旗席 收复台湾呢 县市长选战的结果 对台湾有何影响 特别是首都台北 以及护国神山所在地的新竹市 对台湾未来走向有何关键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难得邀请的联电创办人 曹新成董事长 大家好 董事长好 好 这个曹董 今天会来帮我们分析最新的局势 以及抗共保台的必要性 再来我们介绍 这个也是共同参与的来宾 还有资深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黄一忠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员吴国栋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一川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王时奇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许清皇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 曹新成董事长的最近全台演讲 也帮绿营的候选人站台 我们看到这个曹董 包括到桃园 苗栗 台中 还有这个台北以及新竹等等 那当然我们也看蓝眼的声势 打得很响 他们用各种的造谣抹黑 来增加对民进党的仇恨感 反而是那个最大的威胁 中国不见了 所以这一次的县市长选举 跟主权国安无关吗 这要请教曹董事长了 如果票投国民党 到底会对台湾乃至于全世界 会如何看待呢 这样子我在八月初 看到这个佩洛西离开以后 大陆对台用演习来封锁 那我说跳回来 我说要回来看中保台 那么从八月初到现在 快四个月的时间 大概接受了差不多30多家的 外媒的采访 在外媒都还是算蛮大的 像美国这个什么ABC Bloomber NBC 英国的这个BBC ITV 还有Financial Time 另外 差不多欧洲都有了 然后日本 韩国 澳洲 加拿大都有 那么他们来访了 都问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台海局是蛮紧张的 可是台湾怎么好像大家都 没什么感觉了 对 我说这个问题很好 那我在想着 为什么会大家好像戒心很少 那我想应该是说 这个其实中共啊 应该在台湾进行这种心理啊 或者这个意见的这些作战 已经很久了 所以应该是说 第一个他让台湾内部对立 希望经由对立的瘫痪 第二个散布一些失败主义 投降主义 让你呢 大家好像 把中共的威胁 好像变成麻痹化了 所以这是蛮危险的 就是淡化了中国的威胁 对就是让你麻痹了 好像中国威胁不存在了 对对 所以这是我们以前武侠球都看了 说那个坏人要 要偷袭好人是吧 先吹那个什么 什么呢 什么软筋 什么麻骨伞 输软筋打 对对 那你整个输软掉 台湾就是可能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蛮危险 那么现在比方说 拜席会之后 大家认为说 可能不会马上 中共渡海攻台 可是我是觉得 他们这种文攻武嚇 步步紧逼 他不会放缓 那我们国安局 好像国安局长也讲过 他会用这个 以战逼合 这个好像以武促统 我相信他会 步步紧逼 所以你台湾可能就必须要 处在一种动员的状况 我们知道这个动员两种 一种行政动员 一种是军事动员 那么什么叫行政动员 行政动员就是说 你要把平常很散漫的 这些人力物力财力精神力 都要做一些 整备 那么我觉得好像说 我们这个防疫 其实就有点像 行政动员 防疫的时候就说 缺口罩 马上第一个 限制出口 第二个 加强生产 这个其实都是 类似行政动员 那么现在 我相信我们未来几年 可能要经常处在 行政动员的状况 那现在问题是说 每个县市首长 他的位置就很关键 我们国内有没有做好准备 国外都在担心台湾的安危 那国内 而且这些准备 他有没有能力准备 还是说他只是 所以我本来这个像高宏安 蒋旺安这种小辈 我这个长辈 长辈比小辈 有点好像这个 就是有点这个 提醒他们 就是不太适合 可是建议台湾这种情况 我确实认为 对这个地方首长 你要必须严格检视 不能说好像弄个 这个菜鸟 上来还在 还在一边摸索 然后尤其是没有做过事情 没有承担过责任 对 遇见压力的时候 他可能没办法承担 所以不得不 对这些各个县市首长 严加检视 那比方说台北市 我就对蒋旺安就 比较批评的严厉了 对 因为首都 对 因为他首都 首都的市场 位置太重要 你看这是乌克兰 假如泽兰斯基逃跑了 基辅市长逃跑了 乌克兰现在也不在了 对 因为他们能够坚守阵地 适于这个岗位共存亡 所以能够转为为安 现在能够步步反攻 步步胜利 所以这个首都 或者任何县市长 现在台湾都非常重要 抗敌意志要很坚定 而且要很能够 有能力进行行政动员 所以用这个 比较严格的角度来看 比方说蒋旺安 我昨天还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他其实 很缺乏诚信 他这个在矽谷 基本上他这么 没有多少年 矽谷大概三五年功夫 他主要是在帮这个中资 在美国募资或上市 或者是进行反并购 可是他对台北市民说 我有什么矽谷经验 我可以协助新创 科技产业的发展 其实他在矽谷 没有这方面经验 所以他就涉及欺骗 然后然后你到底 矽谷经验是什么 你服务哪些公司呢 他事业不讲 隐瞒 等到人家把它找出来 说你这个都是中资的 都是老传统产业 中资的 而且他办的这个案子 大部分后来都有涉及 违规违法 所以这样的经历 你隐瞒不讲 吹牛 那么人家把它揭露出来之后 他就反咬 说你抹红了什么之类的 对 这非常需要诚信 所以我昨天写一篇文章就说 台北市民要注意这个 讲话的诚信问题 对 因为我们如果是在 要行政战备 你一个首都市长 你讲话不老实 隐瞒或者欺骗 或者是喜欢 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这是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所以他对中国的态度 始终是有点暧昧 对 特别他讲抗中 把的是鬼故事 抗中不一定能保台 对 他们第一个他拒绝说 签署布团承论书 其实布团承论书 这是很弱的 事实上应该要跟职位共存亡 那么你布团承论书 那你说 我也是保护中华民国 可是他接着又说 我是依据一宗宪法 这个现在台湾的情况 你去提一宗宪法 那么基本上 我们过去一宗宪法之后 你要去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能让中华民国存在 两岸只能容许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存在 对不对 所以你讲一宗宪法 你不去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 变成说是 你要来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灭中华民国 对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一宗你搞不清楚 然后你说 我要保护中华民国主权 那么你有反对台独 我们知道 主权跟独立是不可分的 对 有主权才有独立 有独立才有主权 那么你既然说反对独立 那就反对台湾主权 那你怎么保护这个中华民国呢 所以今天如果说 我们像比方说这个北部 所有的地方首长 统统轮住这个蓝的手里面 他又反对台湾独立 对 他是赞成这个消灭中华民国 那你说这个对台湾的将来的这个防备 对 该怎么处理 对 这非常麻烦的问题 对 所以我真的希望选民 大家考虑 这真的是国家面临危急存亡的秋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担心台湾的安危 那现在就看这次的县市长选举 到底会选举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那还要继续请教曹董 因为你刚刚提到首都市长 讲完为例 那再来就是新竹市 这次也成为全国关注焦点 新竹市是护国神山企业群所在地 那如果是碰到一个亲中的 或说不知道如何去捍卫 我们台湾以及新竹市的利益 可能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高宏安你做一个新竹市长 那我是觉得如果是 他要来做行政动员或怎么样 可能他的很多的想法 观念可能没办法承担这个责任 为什么说呢 你比方说你高宏安问你说 你论文实在抄袭 你说我没抄袭就好了 你看完说我学历很高 我不会抄袭 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学历高的你怎么会 学历高的说不定更懂得抄袭 对不对 就比方说我家有钱我不会投钱 所以这个逻辑有问题 那么逻辑不行的话 表示很多事情 因果没有搞清楚 因果搞不清楚的话 那你很多事情就办不顺畅 所以我是觉得 基本上我觉得他能力是有问题的 我们常以为说我们念书很多 学历很高就是能力 等于能力 其实这是错的 错的 那么你看马云九他也是 这个什么哈佛博士 可是他讲这个 一中可以各表 就非常不合逻辑 一个中国 怎么可以容许两个中央政府 各自表述其合法性 如果一中可以各表 就变成两中 所以一中各表 大陆当然不会跟你同意 那怎么会有共识呢 所以一连串下来 如果他不是在骗的话 那他脑筋真的是糊涂 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学历很高 拿了博士什么的 脑筋不清楚很多 学历高不代表能力高 所以这个新竹选民可能要 也是要看清楚一点 曹总您对科技业比较了解 就是科技业在新竹市 如果比较亲中的人去当选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也就是新竹市会成为一个 中国的破口吗 因为中国现在的晶片 我们也了解 是非常的惨的 被这个美国制裁 那有可能中国长驱直入到 新竹市吗 成为他一个 可以从台湾这边截取人才 然后偷渡到中国的 变成一个基地吗 科技重镇 万一如果遭到这个 中国的飞弹火箭攻击 那你怎么样说 做适当的这个 保全 疏散 怎么样保存科技实力 这个都是涉及行政动员 或者军事动员的领域 还是一样一个能力的问题 经验的问题 年纪轻轻的 没有承受过压力 没有承受过这个 没有经验 你看高官动不动就哭 飞乱打过来 光哭是不行的 这是很危险 所以我认为说这一次 我比较相信老鸟 这是有经验 能够证明他承受过压力 不会这个 动不动就好像 觉得很委屈 然后这个好像要 找什么人当靠山 这个是要 不是错就推给别人 习惯性推给别人 真的危险 我说这个一个讲完一个高宏安 台北新竹叫到他手里 可能非常不安 可能会危险 或是风险会非常高 因为没有办法面对中国 中共这种侵略性非常强的 这种独裁的政权 千万怎么看 新竹这次大家都关注 那高宏安现在大概应该也是 这个所谓的三足鼎立 对啊 那怎么样看待 或说你可以 这个请教曹总 怎么样看待高宏安这样的一个角色 真的如果当了新竹市长 曹总很担心 一个没有经验能力的人 恐怕不足以堪当大任 我再具体的描述一下 刚刚曹总所讲的 如果你去想一件事情 这个新竹市 假设遇到了飞弹的攻击的话 那你觉得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接下去其实要面对的 就是你这个新竹市长 他要处理民房的部分 那民房部分至少有四个项目 是要面对的 第一个是医疗的部分 因为你遇到攻击之后 一定会有人受伤嘛 所以医疗你要做处理 第二个是什么 是你一定会有救灾跟救火的业务 第三个是你会有人员要做疏散 第四个你是有比如说资源 像食物什么 这些你要做处理 那这些都是必须要很有条理 跟很有逻辑的去规划跟处理的事情 再加上除了这四个之外 你还有一件事情是要处理的 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园区如果遭到攻击的话 那你这么多科技厂商的设备在里面 请问你要怎么去保全这些设备 你看这一件事情 在之前我们的政府有做过规划吗 我相信应该是没有 是没有模拟过遇到攻击了之后 后面这几个项目要怎么做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这个一旦发生了之后 你如果没有相当的经验跟历练的话 你很难把这几件事情 都做得很周到很完整 所以在这边想要请教曹董的是 你认为如果是这新竹现在 这三个候选人 面对刚刚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您刚刚所提到 如果一旦遇到飞弹的攻击 那这三个候选人 你认为谁才能够 比较适当的扮演好新竹市长 应该扮演的民房的角色 当然说从比较 要从有经验 你做过事情 年纪也大一点 起码承受压力的这个能力大 那当然是沈辉宏嘛 他是副市长嘛 叫他来做 有行政历练 对有行政历练嘛 那么而且各方面人头也熟一点嘛 市政的运作 他也比较清楚嘛 那你 真的 你不能弄一个 这么年轻的 没做过市政 来应付今天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很危险 大家不要冒这个险 那你看台北市当然是 你台北市 你不 那陈时中啊 今天等于防疫大成功 是不是 尤其是在国内 这个蓝鹰的人天天扯你后腿 天天找 这个 陈时中麻烦 找你麻烦 陈时中能够应付过来 今天我们已经走出疫情了 我说我们要做事情要看结果 不要看过程 是吧 比方说你这个 你是有什么糖尿病啊 高血压 或者过度肥胖 你找了医师 医生对你很严厉 帮你把这个病解除 才是好医生啊 医生一路的那个 这样讨好你 那这种好医生就很 这种医生很成问题了 所以今天陈时中 他证明他可以 把防疫做好 而且我也在讲 台湾的防疫成绩 在全世界是 90分以上的 对 是不是 那怎么会 大家把它五病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 今天如果说台北是 台湾防疫的重中之重 要长得最有经验的长官 就是陈时中 没有别人比他更行 那你今天不选陈时中 你选个讲话 真的拜托 很危险的 很危险 那讲话轻飘飘的 什么事情 这个不面对问题 从来不敢这个 针对问题 解答任何事情 马上就是 就是反咬一口 这样子真的是 所以说我说这个 我身为台湾市民 我必须要表示 如果蒋万安上来 我说严格 真的不安 不安 曹总表达这个忧心 如果说是高皇安 或是蒋万安 这种比较年轻 没有经验 主要是碰到危机 因为陈时中是处理 包括这COVID-19 这种全球性的 这种疫情 这绝对是一个 重大危机 有办法 在两三年之内 带领台湾能够平稳度过 所以有经验行政力的非常重要 国东我怎么看 刚刚也提到 这个有关医疗部分 像高皇安如果说是病急乱投医 比如说该不该住院 是听科批的 或说舍尽求远 新竹也愿不去 跑去三峡 到时候如果危机发生 是会把新竹是搞了天下大乱 在台湾这几十年来 尤其是工商企业界人士 敢站出来讲真话的 确实是很早 所以我为什么对曹总 表达佩服 虽然他以前从来不讲这些 现在是年纪大了 必须要讲真话 以前我们在采访曹总的时候 大部分都把他焦点 放在他的私生活上面去 没有想到说 他最政治的这种理念 非常的强悍 这个是我很出乎意料之外的 但是有一点 不管刚刚他在讲 讲万安也好 讲高宏安也好 他是以他的企业的经验 如果这么年轻的人 人家嘴上文化办事不老 这么年轻人 你没有行政经验 没有这些经验 你碰到大师你怎么应付 这是他的经验 你也告诉你的 但是有个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希望曹总能够 跟我们说清楚 为什么他这次跳出来这么严厉 如果票投国民党 等于就是支持中国统一 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我个人的解析是这样子 现在习近平 中国的习近平 他们对台统战 对台小组 以及统战最高的指导原则是什么 台湾是号称民族 台湾人喜欢选举 好我们就来跟他选举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现在选举 也许台湾人民 你还觉得你选赢 绿子还可以撑在这里 老一辈的过去了 政治意识形态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 年轻人出来他搞不清楚啊 我们不是选举吗 不是投给谁就是民主吗 现在中国在台湾 有多少人是打折红旗的 有多少人将来他的政党是红底的 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嘛 票投下去 这个年轻这个帅 这个年轻有为 这个做事有协力高 结果他底细是什么 当他们开始整个领导台湾的时候 那完了 根本实质的统一 就是这个样子嘛 已经他全部都控制住了嘛 很自然就是统一了啦 很自然就像当年马英九在那里 两样为了要和平 不要打仗啊 所以这个九二共识啊 然后你表你的 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被骗了 我们根本就不敢表也没有表 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刚刚曹总讲 他们这个年轻没有经验 那是行政上的经验 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政治的问题 如果台湾不再加强教育上的 不再加强这个传媒上的 这种管理的话 有一天 我现在是在曹总前面 真的我们已经是老一辈了 有一些年轻人搞不清楚 这个候选人 到底是属于哪个政党 现在政党已经都模糊到 这么地步了 你刚刚刚刚新竹 像个国民党嘛 你百年大党像吗 朱立伦丢脸不丢脸 你还在沾沾自袭 还在那拉着手 国民党的候选人还讲说 战事要死在沙场上 你根本就没在打仗 你死在什么战场上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是很现实的 这次地方选举 已经让我们看出 跟过去的选举不一样了 对 他一个形态 整个在转变中的时候 要有真知灼见的人 站出来讲话 要有分量的人站出来讲话 讲出大家会觉得以前 潮心情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现在讲 听着看有没有道理 以前我们听到一些人 在那里胡说 不知道讲得像 像刘家昌之流的 我们无可奈何 我们也不能去骂他 我们骂他干什么 他又不从政 可是今天发生 他要检验那些候选人 对啊 对 因为他有可能担任行政首长 对 所以我说今天既有人站出来 我希望观众能够理解这个东西 不是只是行政经验够不够的问题 还是他的政治意识形态 有没有像当年 我多讲一句话 当年在马英九旁边 那种电视港广告喊 准备好了 台北准备好了 台中准备好了 南投准备好了 那些人现在都被抓去关了 现在有个广告 每天就在播了 准备好了 台中准备好了 所以我看到那广告 又又来了 雞皮疙瘩 大家都起来 那个广告 台湾人没有感觉 就像跟曹总讲的 中国的威胁 台湾人没有感觉 那个广告 如果有感觉 以前不是有这个广告吗 马英九的说 不是很多县市长候选站出来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那现在那些人 有没有媒体说 把他整理一下 那些我准备好的 现在人在哪里 国东哥真的是一针见血 这次的选举就是要拆穿 或者认识某些人的真面目 不要选出一个代理人出来 这非常的重要 没有错 因为他既然说 我用强攻强打的 你们一定反弹我 那你们号称民主 你们喜欢嫌疾 台湾人喜欢嫌疾到不得了 那我就来跟你嫌疾 我派的人 我陪子的人陪子不出来 我根本整个党 我把你收埋起来了 分配我的党了 我的附属党了 所以观众要聪明一点 今天我们好好在听曹总讲 他会讲出他为什么 这个转变会这么 这么瞬间这样的转变 他长期以前对这些政治 他大概不大这么关心跟理解 他这次转变 当他面临到 绝地有什么东西触动 他心灵散 那个最软的那一块了 他知道如果再不讲话 台湾没有救了 完蛋了 来来 曹总 怎么样拆穿 或者认识这些人的真面目 对 这样子 其实我一直是反对统一的 那么我是因为阿扁2000年的时候 组这个跨打派小组 那么请李远哲先当召集人 那是讨论说我们应该跟大陆 怎么样一个对策立场 我那时候就主张说 这个以后在台湾千万不能讲一个中国 因为一个中国等于是自我消灭 那你怎么办呢 你说你要应付统一 你要跟 应该跟大陆讲说 你想统一 你不要文公武贺 张牙武爪 你就诚心地提出你的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拿来呢 我们交给台湾老百姓公民投票 那这样子 如果公民投票过了就好谈嘛 公民投票不过 你拿回去 隔个十年八年再来 我让你一直投 可是呢 我不能啊 让你这个不经过台湾的国民投票 所以我当时的主张就是这样子 可是呢 这个大家没有听懂 因为一般的绿的 他就认为说 公投只能用于独立 他不晓得其实公投啊 可以用来处理统一 或者说防御统一 这是绿的 但以前没有想到 所以把他归立为统派了 所以被骂了半天 那其实呢 我一直讲的是说 这个1945年 二战结束的时候 全世界的独立国家只有60个 现在有195个 对 也就是说呢 这个独立是世界文明的这个趋势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趋势呢 现在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大家住这个公寓嘛 每个公寓它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 那你一个公寓 一个管理委员会就好了 你不要说我10个公寓组织个联合管理委员会 那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多 所以这个 现在就是说因为 二战以后啊 因为社会文明的进步 国家它变成一个服务的机构 所以说它是小而美 最好 不要大而丑 你看现在世界上这个最幸福的国家 都是小国啊 是不是 那台湾现在幸福指数是全世界排名26嘛 远远超过中国的七十几啊 所以我们 大家都要走独立 那么有些啊 你比方说英国以前这个 大英是日不落国 对吧 好 他现在独立出来 你看这个加拿大 美国 澳洲 纽西兰 没有人会谈什么统一啊 台湾很幸运的跟大陆啊 分开73年 我们保持独立 这是很幸运的事情 这种成就 这种文明 这种这个 就是说我们一种光荣 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住 不要被再统一回去 可是你看国民党呢 共产党的反毒 为什么反毒 因为你说毒的话 它就不能打你啊 毒的话 你独立国家 那它打你是侵略嘛 对 所以它一直要反毒 那么所以你 你台湾如果讲不毒啊 是非常危险 你台湾它讲不毒 那时候那你是中国领土嘛 那它打你是中国的 内政问题啊 对 国际不能来支援你啊 多危险啊 所以它一直要把台湾 当成是内政问题 对 它一直要反毒 那么你国民党傻乎乎 一直在反毒 你在反什么呀 你反毒 你这说你 就是说让中共可以来 我说用一个帆布袋 把你的罩子打你 然后说这是家内事 对对对 所以国民党这个反毒 莫名其妙 他等于说让这个大陆 可以来台湾啊 这个进行 它的所谓的平乱 让世界各国 不能来帮你的忙 对 这在台湾太危险了 所以我这次跳出来 就是说 你千万也不能投票 投给国民党 它是反对你独立 反对独立就是反对你 有主权 对 就赞成你被大陆 这个吞并 那当然这个 大家不能容许 所以这个每个 就是每个这个 各地方的候选人 你都要用这个方式 检视它 它这方面 如果敌我意识不强 国家主权意识不强 对独立 没有热烈的拥护 它是立场就有问题 拜托 大家票投给这些人 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 高宏安周六在新竹市 天宫坛举办造势晚会 就是我们上礼拜一 在户外开讲的地方 结果高宏安又惹出了争议 他现在除了涉滩之外 还在欺骗市民 就他在晚会当中 就说有这个新竹市 各大里长大团结 有70位来支持 结果就发现 里面有很多的错误 还有些里长 根本就没有受邀出席 包括这个东乡里长 他就说很生气 莫名其妙 我们完全没有经过 我们的同意 再来还有这个南亚里长 他就说我根本不知道 再来还有位是旧社里长 说这样挂名 好像有点被人欺负 先讲清晃 现在高宏安胆子这么大 除了涉滩之外 竟然还要欺骗新竹市民吗 是 所以这个 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许多里长非常的生气 为什么 告诉各位有多严重 你看上面写 是不是当初高宏安 19号的赵市 晚上说有75个里长支持 结果你知道到最后 东扣西扣实际人数是多少吗 剩下40个 也就是40%的名单 都是灌水进去的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高宏安 在他的肇事大会 所列出来的里长大团结的 这个数字 就后来人家发现 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里长候选人 你给人家列出来的 有里长根本在家睡觉的 你给人家列出来的 有里长根本就不支持你的 你给人家列出来的 有里长支持沈卉宏的 你也给他列出来的 所以你看后面 出事情非常多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上面打叉的 上面你看表上面打叉的 都是确定未出席的 有几个呢 有22个他都是没有出席的 然后呢黄色的打横杠的呢 是表示说 这些人根本不是该里的里长 他可能是该里的候选人而已 他也给他列上去 然后在里面还有什么呢 你看这个绿色的 这两个呢 这个是南中里里长 这边也写南中里里长 两个名字重复的 他也给他列上去 算多算一个人 灌水 然后呢 在这里面你发现 整个扣掉了之后呢 实际上里面呢 大概就只有40个人 也就是35个人 是灌水灌出来的 那里面呢 这个我们上面 这个9的这个数字呢 是有6个国民党籍的 再加上有3个 之前支持零跟人的 所以40个人 那我请问各位一件事 75个名单 然后实际人数是40个人 灌水灌了35个人 你有没有觉得 灌水的比例太高了一点 40%都是灌水的耶 然后所以当时的里长 很多人很生气 为什么很生气呢 来大家看一下 每个里长生气的原因呢 我听到最多的 都是用莫名其妙 这四个字啊 为什么莫名其妙 来你看 旧舍里的里长说呢 他不支持高宏安哦 他所以他被挂名很纳闷 这样挂名 好像有点被欺负 这个是旧舍里里长 戴景灿 他是无党籍的 那下面这个 南亚里的里长杜荣辉 他也是无党籍的 他说他根本不知道 这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你看 完全不支持高宏安 从来不曾去过他的活动 我们不可能支持他 两个无党籍的里长 都这样告诉你哦 那你再看 这个汤燕民里长呢 这更夸张 为什么 你去看汤燕民里长的脸书 他里面好几个脸书 都是感谢新竹市政府 帮他疏通了哪边的排水沟 感谢市府 是他脸书最常出现的字 所以他告诉你 他支持沈卫宏 那请问 为什么他的名字 会被列到高宏安的 肇事大会的 支持你的里长上面去 这不是摆名说谎吗 假名单嘛 那你再看看 这港北里的里长 他也说名字被冒用 他叫曾玉清 觉得莫名其妙 那你再看这一位 这边呢 你看有一位叫 李思敏的里长 这个更夸张 他说他晚上有私人聚会 六点多就去吃饭了 没有去参加肇事 不知道为什么 会被主持人抱上去 请将不时的谣言 搅回 撤掉 谢谢 那另外一位 曾一德里长呢 也是说莫名其妙 所以大家有没有 发现一件事情 这些里长 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你为什么要把他列上去 甚至不支持高宏的 甚至支持沈卫宏的 你也把他名字给列上去 你知道刚刚有几个里长 是怎么样呢 他是名字被列上去之后 觉得很无奈啊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你根本摆明影响 我里长的选情啊 他怕被 我本来我的选民 本来就比较多 是不支持你高宏安的 就你把我列上去了之后呢 你害我落选怎么办 所以在昨天的时候呢 有几个里长呢 跑到沈卉宏的竞选总部去 请沈卉宏帮他们呢 拍影片澄清说 我们绝对没有支持高宏安 所以你这高宏安这样子 不是摆明 除了说谎之外 又害人家吗 结果说谎害人家之后呢 高宏安出来解释了 高宏安出来解释怎么说呢 高宏安出来解释的讲法 是说哎呀 因为当天19号的时候 肇事大会呢 有这个新竹市议会的副议长 于邦彦有去嘛 那于邦彦呢 本来是国民党的 这次改用五党籍来选 结果于邦彦去了之后呢 这一次呢 高宏安就说 这个名单哦 都是于邦彦那边 报上来的问题啦 都是于邦彦那边 报上来的 推给别人 言下之意 他的言下之意 即使有错 是于邦彦的错 不是我的错 然后下面呢 这更神逻辑了 你知道高宏安的声明 神逻辑在这边 第一段告诉你说 这个里长的名单哦 虽然你们大家都问我说有错 但是再告诉你 这不是我写的 这是于邦彦副议长给的资料 第二段来了哦 第二段他说 哎呀 这是来的里长哦 我们本来认为会更多的 那为什么只有来这些人呢 其实他认为是因为 沈慧宏竞选总部施压的关系 你前面自己的错 你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40个里长 你给他灌水灌到75个里长 然后对外 肇事大会宣称说 新竹市122个里长里面 过半数都支持高宏安 这是他主打出来的噱头哦 结果人家发现 你灌水也灌太凶了吧 这个75个里面 只有40个 占比 占新竹市里长比重里面 三分之一不到 那你怎么可以讲成说 是过半数支持 对 所以你不是摆明 又再说谎一次吗 结果好了 整个说谎的过程里面 你这个碰轰 说谎的过程里面 你又把它推给说 是副议长的错 都不是我的错 哇 这样子结果 到时候大家觉得说 你对于事情 根本不愿意承担 也不愿意负责任 而更神奇的是 你造成了这些里长的困扰之后 我请问各位 高宏安面对跟马英九的 这个死亡之窝的说法 是不是很快道歉 对 闹出来风波不到12小时 马上道歉 对 那我请问一下 你造成这些里长的困扰 你为什么没有马上 出来对这些造成困扰 里长道歉呢 是 这些里长的选情 有人是真的可能 被你高宏安给影响的 你人家没有支持你 你把人家给挂上去 影响人家选情 请问他落选了 要找谁负责 结果你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面对马英九的困扰的时候呢 高宏安不到12个小时 就可以道歉 对 但制造这些里长的困扰之后呢 请问各位 19号造势大会 到现在礼拜一 此刻我们录影的时间 超过24小时很多了 你有听到高宏安的 一句道歉吗 没有 所以才有人在讲说 原来高宏安的道歉呢 是分别的 什么叫分别的 面对马英九 面对他选票有压力的时候 他可以很快的道歉 但是面对这些里长的时候呢 对不起 那个都是于邦彦的错 都不是我高宏安的错 高宏安这个说谎又欺骗 明明没有这么多的里长 偏偏要把人家呢 这个名字通通列上去 然后呢 就推卸给这个所谓的副议长 那接着呢又说 这个是里长是遭到施压 被要求不要出席 所以沈慧弘才会说 未经同意就把里长列入名单 说谎造假 竟嫁祸别人施压 易川兄怎么看 你知道新的市业里长 122里里里里里 国民党的几个吗 国民党的13个 这道122里里里里里里 有44个同俄竞选 所以这道的名字里里里里里 有什么没去的 有的名字都放进去 怎么骗的你知道吗 就说你来的无所谓 不用招待 有的里长说 反正我就同俄竞选 我同俄竞选嘛 我去 去无所谓 给我们这个 副议长民主 不用招待 什么 什么 不需要招待 都把你的名字放进去 他回去把他理名交代 好像说有几个里长 人家是支持沈慧弘的 你把它放进去 那是严重的 严重的 严重的那里长死的 你知道吗 这样喔 就是说 那里长就说 我就表明自己 是是沈慧弘 沈慧弘 那我们这地做很多 我们拜托 他都把我们盗责 都做得很好 我们你的人也支持沈慧弘 我里长也支持沈慧弘 你现在把他冲去高宏安 那里长就要回去把他的 酸民交代 要去把他的里名交代 你看这种有多要求 那不是说 把你的名字放进去 你如果说 我没去 你把我放进去 我两个人 我没去 我放进去 这种就叫做无垒毛 你也要靠里面 跟他说 不好意思 那名字 冲不住 对 人家那种就已经 表明说 我要支持沈慧弘 你再把它放进去 那不是条件是什么 要顧牙 所以这整个就看得出来 这一个高宏安的这种人 人格特质 你说我请问你 是新的市 里长 里长有法度 引用到里面吗 现在新的市 把他们的地方 那很多都大楼 大楼当时 大楼的人 里长哪里面 很丟臉 选民都自主了 里长有多大的影响 我这人的里长是谁 我也不知道 再说到里长去 所以这个情况之外 他把里长拿出来用 那也是有人教的 高宏安本来不是组织型的候选人 他没有欠这些里长 他是外来的空降来这 他是刻意 个人的形象 像在这里拿科技人的票 叫里长没关系 他现在用这个方式 适得其反 然后又害这一些支持沈慧弘的里长 整个跳起来 我说这这种反扑的力量 会跟他说 哦 这样人家 人家你这个 你这个做里长 什么东西都把我们放进去 好坑的都理的 如果买坑的都塞给别人 对 可能 比如说现在高宏安 如果领港做起床了 我们这个理 怎样是说 你这个里长说的 这个推卸责任的这个起床 柯建民就说 高宏安这种就是贪 不只贪 还骗 最重要的是赶 那为什么他很敢呢 是不是以前都是这样无往不利呢 那再来就是 赵氏晚会上 竟然是找了范正宗 前新竹县长来站台 那因为这个范正宗是贪污定验的 所以沈慧弘才会说 涉贪的高宏安 竟然让贪污定验的范正宗 在台上造谣抹黑 这是新竹市 选拘史上最荒谬的 不 实习怎么看 那个水准让人觉得瞠目结舌 说哇 怎么新竹可以选成到 如此的这种低落的水准 对 2015年的时候 范正宗就已经被贪污定验了 然后呢 你高宏安 现在也的确是面对一个非常 严重的可能涉贪的这个状况 你好歹也要找个干净的人 来帮你站台吧 你好歹也希望可以 让自己看起来干净一点 你连让自己干净一点 你都不愿意 找个涉贪的人来站台 我是觉得 不是 他是贪污定验的 找个贪污的前县长来背书 对 我想说 哇 这个匪陶匪的这个标准 真的是有够低下 就毫无标准可言 连最起码的那种要求 稍微及格 就算没有要求你到八九十分 你可不可以做到一个及格就好 至少不要有前科的啦 至少不要不要用贪污定验这样子的人 来帮你站台嘛 而且翻车中上台之后 还把人家祖宗十八代扯了一堆 回过头来 因为候选人是这个这个高宏安 第一个我觉得透过选举 的确可以看到高宏安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他一开始哇被人家 这个一层一层拨出来说 原来他对于钱是这么的在意 他对于钱助理的钱 他是这样子的使用方式 可能有到涉贪这样子的问题存在的时候 他从来不认错 他一切的怪罪都是怪别人 譬如说这个 刚讲到里长的这件事情 他也都怪别人啊 那个是那个副议长呢 那个是民进党给他给里长的压力呢 通通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他其实是死不认错刑的 然后再加上他在台上 这个造势晚会的这个现场 他说他要当选来实现郭董的愿望 你就说他的眼中只有有钱人 只有那种 他的阶级意识相当的清楚 他眼中够格的就只有郭董了 或者是宣董 因为宣董可能赖他一下 然后他就会按照宣董的建议 然后跑去立法院做一些 有的没的这些在拉笔的工作 好那所以那新竹市民呢 新竹市民被你放在哪边 新竹市的里长可以被你这样子 随便冒名顶替 随便名字随便你用 然后你完全没有一点点 歉意的表示 那新竹市民呢 你要实现的是郭董的愿望 那请问市民的愿望呢 你有要实现吗 谁是你的老板 你的背后有宣董 你的背后你说有郭董 当然你背后还有柯文哲 党主席 可是在你面前的 你要的选票 是市民的票 就是这三个人就算能 就算他们户籍在新竹好了 三票而已 所以你要看的是他们的脸色 但他没有把新竹市民当成老板 对就是说他 他其实对于新竹市民 根本不屑一顾 然后所有的这个 他遭受到的这些质疑 他都认为说 这些都是政敌对我的抹黑 这些都是侧意啦 侧意啦都在带风向等等 你的种种争议 难道不需要出来做说明吗 难道新竹市民 不值得你的这个解释吗 他们都不值得吗 全部都是因为这个 刻意的带风向吗 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 就是骄傲到了极点 这也是为什么蔡思平会说 你的问题是在于 你不自觉流露出来的 高傲态度 那个高傲态度 你自己没有意识到 可是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 你对于基层的这些市民 完全不屑一顾 你眼中只有高高在上的 有钱人郭董啦 党主席柯文哲啦 宣董啦等等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line你奉为归面 赶紧跑去执行 马英九的死亡之后 糟糕会有我的选票的问题 哎呀对不起 我这个开了一个 不适当的冷笑话 那所以我觉得 这对新竹市民来说 就是糟蹋啦 你糟蹋人啦 你不需要这样子糟蹋人家啦 我们选一个县市首长 其实都希望说 啊我们市民因为这个市长 而一起走路有风 感到光荣感到骄傲 可是我觉得选出一个 像你这样子 不自觉流露出精英 高傲心态的这种态度 其实市民是会丢人的 因为市民从来不在你的眼中 你的视线范围没有看到 你的视线范围只有往上 我觉得这个 这实在不是一个选择市长的标准 高航安说当选后要这个实现 郭董的愿望啦 真的是不知道新竹市民 做何感想 益松胸 你也是新竹人嘛 你的老家 对那我不晓得你这几天 你有下去新竹看 新竹市民现在到底怎么样想法 新竹市民难道不生气吗 高航安现在就是把 他整个年 如果你六七 他现场往回看 他就是把整个场子 就是锁定一件事情 他说民进党 他就搬出了四个工程 然后说追加预算 追到一百五十亿 他说这个一百五十亿 不去检讨 只检讨我的一百五十块洗头发 他就是要把这件事情 现在要锁定一件事 他现在口口声声挂在嘴巴 就是大秘宝 什么叫大秘宝 就是说他现在就是影射说 新竹市有很多贪污的工程 但是问题 对我来讲 我们是讲究理性的 就是我要看到单据 就像之前有人说 高航安小金库对不对 单据拿出来的内外账 账目出来了 一千二十五 那个东西我们就会信 所以你现在讲新竹市有贪污 我也很好奇 我自己新竹市民 我也想知道说到底哪里贪污 可是我等到现在 选前三个礼拜 你单据到现在什么都没有 都没证据 所以他现在 他们就要用这一招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天你如果 高航安在那个 最后那个场子里面 下面都在举国旗 民众党的场子 一般是不举国旗的 可是那一天的场子 主投各位就举国旗 那是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代表那个已经是变成 是蓝绿的另外一种对抗 什么意思呢 他整个新竹市的这个白 已经把新竹市的蓝 整个吃掉 他们民众党已经取代了国民党 所以才会有这些 刚刚讲的里长那些事情 当然那是因为 就是副议长余邦彦 人带去的嘛 那还有一个嘛 就是郑议长 就是许修睿嘛 许修睿那天下午的时候 其实国民党在新竹 有大游戏 朱立伦呢 他们都有消息 陪那个候选人林根仁 许修睿消失了 刚刚我们提到范政宗对不对 范政宗现在何学 范政宗过去是民进党级的县长 他现在是国民党 杨文科县长的竞选总部主任委员 这样看到有了吗 所以之前 有没有高庵安不是出事的时候 有没有是宣董带着 那个高庵安不是去见杨文科吗 对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一家亲 所以整个新竹县跟新竹市的国民党 现在他们全部都是 医到那个高庵安 高庵安那边去 而且那个很清楚 所以刚刚高庵安在老行宅宅 他那边很可爱的跟大家说加油 所以他觉得有大咖在背后支持他 所以即便你说什么里长的事情 他也是推说 反正他是吕邦燕的 然后那跟我无关 然后其他的都讲他的那个 讲他那些单据什么 他就说那我们来检视新竹的大命保 一定有很多的弊案 所以你知道他的事情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如果像范政宗那天 不是讲的很多吗 范政宗甚至指控民进党贪乎什么 高庵安也说 哇那是范政宗 你们什么时候要告你去告范政宗 也不是我讲的 他那天范政宗讲完以后 他上台还说什么 他说我在后台书话 然后我听到范政宗 那个讲的那个 真的应该要做为什么 节路下来要一直播放一直播放 他本来是晃得到范政宗的事情 结果人现在像沈会龙 他们说要告范政宗 他也知道没他的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一个极万千 宠爱余一生的小公主 所以小公主 现在很多人在跟他煌 在跟他保护 小公主反正就是这样 所以在配合刚刚施衣节讲的 他根本不会看以下的 所以我在想我在谈一下 他应该也不会看 那新竹市民 或是新竹的年轻人 或是科技行为这边 他还会这样 还会去相信高昂 我自己听到的 就是这几天回新竹打听的消息是 他的这些案子 对于竹科的女性 是很生气的 感觉你这样 但是竹科男性不一定 因为为什么 那一天的场子 如果大家看 宣董上台的时候 旁边有七个辣妹 好漂亮 就是那个啦啦队 抓你后面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他又在凸显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高昂 长得漂漂亮亮 然后后面还有很多辣妹 我知道 涂科妈妈是很不屑 他的这些作风 但是涂科爸爸 有没有喜欢他的作风 我就不知道 因为投票是不记名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年轻人的地方 有一些年轻人 还是会支持高昂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 不知道 如果你看这段节目 他也不知道 所以那些单句的事情 他们就会觉得 对年轻人来讲 高昂一直有个印象 就是说 这是国家机器的打压 从之前的一路 从那个资策会 有没有论文 然后到现在的 他的这些小秘小金库 反正他就是一个包裹 就是说 这些就是国家机器在打压 这样哦 问题我刚刚讲 像我的个性是 我会去看 有单句我就会信 所以单句拿出来 一清二楚 但是你不能要求 这些年轻朋友 他们还要去 他们每天工作 还有求学 他不可能去看这些小小的单句 所以他们就有个刻板印象就是说 高昂安就是被国家机器打压 最后讲一件事 今天庆祖是有证监发表会 这是网红英帝大帝 他就到了现场 他就拿一个这个东西 叫做他要高昂安 签公务员薪水 不回坚承诺书 这个其实没什么 很嘲讽啦 对 嘲讽 但高昂安当然他就闪掉 而且重点是高昂安 不但闪掉他 他连记者采访 他也统统闪掉 他就直接 因为门口不是有记者联访吗 他就直接一路闪就进去 我现在不需要回你们这些东西 反正我现在就是大家保护我的小公主 反正整个国民党都已经被我吃下来 所以当昨天林庚仁 国民党急得正正正正的新竹市长说 他要暂时在沙场上的时候 我听到我是很心酸 我自己心里人 林庚仁在新竹公务那么久 就被一个差了一年的 一个高昂安 这样整个人高昂踩在地下 因为很多像我们这样在地 觉得没什么事 选举是选一个正道 选一个真理 不是说好像为了要拉下谁 然后我就要投给谁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新竹 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高昂安说当选之后 要完成郭董的这个愿望 那也让外界怀疑到底 高昂安背后的政商关系 是有多复杂呢 那刚好是他吗 又爆出高昂安的群组 贴出宣董的私讯 希望幕僚能够了解 要请到名誉了 这些这个讯息 那也代表是怎么样 这个高昂安是帮宣董 在执行什么样的工作跟任务 或说要完成什么样的法令吗 这超猫现在基本上 每隔 不要说每天 每隔几小时 就会贴出那个 这个一些私人的讯息 来打脸这个高昂安 那事实上这个已经很多了 宣董两点意见参考 第一个是莫德纳后续何时到台 数量多少 打过一季的人都在等第二季 什么预算 还是没有佣金 没有人拉比 那哇塞 他这个是先疫苗的部分 第二个的话是 要买鱼雷金额庞大 速度快 动作大 是不是有佣金推动 从疫苗一直讲到国防 你的那个墙壁上这个 是讲到什么 那个六都合并的 基本上是所有的议题 通通都有意见 那全部都是这个高昂安 这个这个比如说 要跟宣董报告啦 或是要转达宣董的意见 坦白讲你到底是做 你是立委 还是你是宣董的助理 还是你在帮 到底在帮谁 宣董的御用立委是不是 对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而且他动不动 就把什么郭台宁啊 这个摆在嘴巴上 把宣董摆在嘴巴上 那你到底是要做市长 做立委 还是做这两个人的传声筒 当然我也不太懂 他说这个 他当新竹市长 是要完成郭董的愿望 那郭董又不住新竹 那你都不用 就这样的好奇 郭董是在新竹市 有什么样的计划要完成 我真的完全不懂 他的这个这个逻辑 标准在哪里 那我稍微补充一下 他说这个念天 就除了这个里长的争议之外 为什么这些里长会有压力 卡电位啊 那个电话被打到爆啊 很多人这个选民 都不支持高昂安 还讲说你竟然去参加 高昂安的场 所以这些里长都是有压力 他赶快出来澄清嘛 不然就说你去参加 这个人的场合 你一直坐在台下 他忽然一下 那其实这个也没什么 那现在里长选情 自己也都很紧绷 他不会紧张嘛 那再来讲到 那个范正宗的部分 因为大家都说范正宗贪污 但是实际上你去了解 范正宗为什么贪污定宴 而且还被关两年半 他这个案子很恐怖 本来是那个新竹 一个计划 要新建停车场的 这个工友的一个地 他图立厂商 他图立厂商 他跳过 跳过那个会计 直接跟这个厂商签约 要变成把这个盖 停车场的地 延长使用 盖大型的那个购物中心 图立厂商多少钱 二十亿 二十亿 而且呢 他是不只让这间公司 获得暴利 而且他是违反会计法 直接市政府 跟这个厂商来签约 这合理吗 这次罪证却凿 当场被判两年半 所以我认为说 范正宗的例子在前面 那你高宏安 请这样的贪污犯 你是要怎样 是你当选市长之后 是要跟他效法吗 你要图立厂商 你这个当立委的时候 先图立自己有公积金 然后你再去学这个贪污犯 然后要跟这个厂商来图立 而且他这个图立厂商 是延长五十年的用地 你本来是要盖停车场的 你让这个厂商延长五十年 然后直接跟他签约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所以我认为说 你去请范正宗来的时候 你要不要先去研究范正宗 到底是什么事情 已经完全没有诚信了 那如果说被这个四叉猫贴出这样子 你认为他怀疑他跟这些企业财团背后的关系 是有多绵密 当然我们要这个 这个告换他怎么说 他说 这是看图说故事 只是请教地方人士跟产业先进 一传想说 他跟宣董那么熟 为什么要特别安排这个场合 他跟杨文科 我觉得他跟杨文科也根本不熟 所以这样的一个 一个场合是很奇怪 刚刚我们的节目的前半段 有这个曹董 我说曹董讨论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 做生理人国家的 宣董讨论的不是 他跟我说的 刚刚那两段留言 都出现了众统的字叫做佣金 鱼儿也叫莫德纳也说佣金 现在这个什么鱼蕾 这也是佣金 对对对 就是说 你要找一个市场 人家看到你现在的表现 你说的话 你现在要讲出来的话 是谁叫你说的 这很重要 对 我们人选记的时候 就是说选我这个人 选我后边的人 选我的政策 三种 就说我这个人 我后边的人 叫我的政策 可是高昂安现在表现出来 是说 我要听郭董的 我要听宣董 你听的是这两个 行李人叫你做的 所以未来 接下来的行李期 是不是就这两个人 在主导整个新竹 市政的发展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大家会怀疑嘛 对大家怀疑 就是说 我们选你这个市场 所以他讲了一个 很大的错 照着你在演讲庄 都会说我是 我以前认为人民是老闆 我听你们的 我为了人民 为了交通 为了什么 我要来做市政 要给大家改善 什么你在演讲的时候 我选市政 我会完成郭董的愿望 问题是郭董 没有生理是新的 你说宣民自有 郭董没有 空海就是土生 到现在也没关系 你到底是在说什么 就是说他不动不动 就说我是郭台铭的人 我是什么什么人 然后跟他的助理讲说 这是宣董 告代 他不断的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新竹市民 要搞清楚说 要选这个人 以后指挥他指挥 这个市政的到底是谁 这些人过去的背景 是怎么样 然后大家来做好好的选择 对 亲王 所以背后到底是 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真的在帮执行 这个宣董 到底是背后有什么样的法案 是要高宏安去推的来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四叉猫 po出来的这个图 绝对不是像高宏安所讲的 用看图说故事 五个字就可以带过去的 因为这个图 是LINE对话的截图 同时还包括了这个 宣明志传给高宏安的 讯息的截图 这就很重要了 因为他不是单纯 只有LINE截图 他还有包括简讯的对话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是四叉猫 po出来的内容 你看这三章的重要性是什么 来一个个讲给观众朋友听 第一个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 他是宣明志传给高宏安的 所以你可以发到讯息里面 在讲什么呢 他在讲到林志坚之前 所停的竹竹合并案 那宣明志的看法是说 哎呀怎么可以竹竹并呢 要并也是要竹竹苗合并 把苗栗给拉进来再说 所以这样的一段话的内容 你看这个他传给高宏安之后呢 高宏安马上发到 他跟助理的工作群组里面去 LINE群组他就发进去了 发进去之后呢 这一段发进去之后呢 他的助理就帮他写成一篇稿子 写了一篇稿子之后呢 来各位看关键在这句话 他的这一位助理呢 这个叫肖乃夫的 帮他写成这一段了之后呢 下面加了这一段话 这篇应该符合宣董期待吧 我请问一下 你的助理为什么要告诉你 这篇应该符合宣董期待吧 我们只问一件事情 你立法委员的立法 是要符合民意的期待 还是符合一个财团老板的期待 这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吧 你立法委员要立的法 或是你要这个相关的 案子提出来的时候 你要符合的是民意的期待 你怎么会去符合一个 单一大老板的期待呢 而且助理会这么回 是不是代表高宣董有下指示 甚至要助理去做什么样做 他的这个高宣董可能是 常常对他的助理下这个指示 所以他的助理回这句话 回得很顺嘛 就这就这段po完了之后 下面就po一句 这篇应该符合宣董的期待吧 那这个案子你明不明感 我跟你讲很明感 为什么因为他牵扯到这个新竹 新竹县市合并 或是竹竹苗的合并 这后面都可能有土地利益 在那个地方 因为这后面 你只要合并案的时候 后面都跟土地开发和重画有关 这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来 他越po越敏感 而且越po越敏感是什么呢 刚刚那一篇我们讲的 薛明志给的竹竹苗合并 你知道那一篇 自插猫的脸书下面 薛明志自己没有回话 调出薛明志儿子的回话 这个就神奇了吧 就是薛明志没有讲话 你看这一段话 你看有个网友 在四叉猫那一篇脸书下面留言说 难怪薛董极力帮忙拉台碰宏安 郭董说政治要为经济服务 自己人当市长服务才周到 结果这一段网友的留言吐槽 也就算了 下面有一个人跑来留言说 不然咧 这个不然咧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当然就是薛董要找高宏安 是自己人来当市长才合理嘛 结果人家就问他说 发现这一个回话的人的身份呢 是薛明志的儿子 身份叫宣长友 所以呢下面就直接 这个网友就直接回他说 宣董啊 你们公司官网怎么进不去 去处理一下好吗 还有在营业吗 因为宣长友所经营的事业是什么 干细胞 所以你看下面他就把他干细胞的 这官网网址给PO出来 结果你知道宣长友怎么回吗 宣长友就回他说 感谢张兄正在维护中 谢谢提醒 也就是他承认那个身份是他 然后我们后来点进去看了之后呢 那个图跟大头贴果然是他的照片 所以宣明志自己没有回话 他儿子出来帮他爸爸回话说 不然咧 就是要拉抬自己人啊 所以这个话我说实话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尤其要选市长来讲 四个字 思乡瘦瘦的味道就太明显了嘛 然后你再看 这个在PO出来的 这个是四他猫在PO出来 就是刚刚明玉讲那一个 这里面大家最关心哪一件事呢 上面是疫苗 下面是这个讲说 均兽的采购案 结果你知道疫苗这一篇呢 九月多的时候 这个宣明志给了这个高永安 也同样在九月的时候 高永安就拿这个内容 去提出了咨询 厉害吧 拿来咨询陈时中 但这个是疫苗 下面是均购案 均购案这个敏感在哪里 均购他讲说 买鱼雷金额庞大 速度快动作大 是不是有佣金推动 拉法业案记忆犹新 是否政府能保证不出问题 你现在无凭无据什么都没有 你就叫一个立委 把你的话抓上去做咨询 这个立委连调查也没有 然后拿上去做咨询 你觉得这样像话吗 如果一个立委可以因为这样的 宣董的指示就去咨询 然后去卡均购案 你觉得这对台湾的 这个国防来讲没有威胁吗 这个立委完全被操控嘛 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 你这个你到底是不是 宣董的傀儡啊 就是你有需要每一句话 只要宣董给你 你就要丢到你的群组 然后你的这个助理 就要帮你理成直询稿 让你去直询相关的部会首长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那你看跟宣董的部分 已经是长这个样子 跟宣明这部分 然后前面 在肇事场合上面说 我会努力当选 来实现郭董的愿望 这个话讲出来之后 对大家来讲更不可思议了嘛 所以你的当选是要符合 郭董跟宣董的愿望吗 是要实现他们愿望吗 那可是大家就会问一件事嘛 对郭董跟 对郭台铭跟宣明志来讲 请问他们的角色 尤其是郭台铭 他是新竹市市民吗 就你有必要到新竹市 来实现郭董的愿望 请问逻辑在哪里 你又不是立法委员 不是中央层级 看不出来你跟他之间 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就是人家讲的 你看哦 这个现在人家有句 新的成语出来 叫做红颜祸水 红颜祸水 红是高宏安的红 为什么叫红颜祸水 来你看网友怎么解释的 网友说 从自称匪陶匪占学历 助理的加班费 全志愿捐 呛对手不会当选 再到死亡之后 当选实现郭董愿望 高宏安的发言 如潮水害人又害己 意思是什么呢 郭董搞不好都没有这个意思啊 但是因为你去主动去讲说 我要实现郭董的愿望 郭董在看那个篮球比赛的时候呢 搞不好看魔兽打球的时候 越看越心轻啊 他本来带全家人去看的 就没有想到 你高宏安突然丢了一句话说 要实现郭董的愿望 这对郭董来讲 他一定会觉得说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从天而降的一种礼 这绝对不是礼物 从天而降的灾祸 郭董可能会越听越毛 这样会不会把他拖下水呢 实情 因为宣董看起来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 简讯等等 显然是跟高宏安关系密切 如果他涉滩的结果 宣明斯会不会惹上大麻烦 同时我们看到 郭董现在是不是 像是一种切割 比如说高宏安的造成完不去了 宁可去看魔兽打球 我觉得很感慨的地方是说 民众党的党主席 柯文哲曾经说过 这个财团啊 拿着刀叉吃人肉 结果他现在最有希望的 他力挺的这个子弟兵高宏安 结果明目张胆的 跟大财团们 大财团怎么指示 他就在立法院怎么办事 就有点像那个小木偶 其实后面的是一个大财团 大财团在操控这个小木偶 小木偶就乖乖的 你叫我做什么 我就赶快去做什么 你叫我质询什么 我就赶快去质询什么 这个实在是太回力飙了啦 就是立刻的现行 那不断的高宏安 把郭董扯出来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对郭董来说 真的是颇为为难 人家都已经做到这样了啦 就不要一直在扯人家了啦 就你这么 你这么的希望说 啊郭董来帮你背书 希望郭董来帮你站台 其实前两天在节目当中 亲皇也已经提过了啦 郭董其实 他的庞大律师团 郭董也有嘴巴 他也会去问自己的律师团 那高宏安现在 涉滩的这个案子 到底问题大不大 郭董不会不知道 问题很大 所以郭董到现在为止 没有亲身的跟肉面 跟你站在一起 难道表态还不够清楚吗 那是不是切割了嘛 对嘛 你还要一直一直逼问他 那高宏安昨天在这个新竹 办了一个 那么大场的这个招事会 有那么多的里长 被你列名列上去 那郭董呢 郭董这两天假日 带着带着家人去看魔兽 意思够清楚了啦 没有出席你这么大场的这个 招事会场去力挺当神秘嘉宾 你还要逼人家到什么程度 你不要这个开口闭口 都要吃人家郭董豆腐啦 我会觉得说 这已经做到有一些 有一些过分太难堪了嘛 就是吃郭董够够 你一直在吃这个豆腐 一直在吃这个豆腐 郭董 郭董自己也承认说 对他当初有问过我说 要不要跟他合拍 可是我就没拍嘛 我就让他 我就让他剪了一个去年的这个影片嘛 那我觉得郭董其实都有意无意的 希望的能够不要这么清楚的表态 那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在民主社会里面 每一个人其实当然都有表意的自由 那郭董也用一种含蓄的方式 没有站在你的台上 那你就不要一直在强迫人家 强迫人家强迫人家 你强迫到最后 我觉得那个反而会太过度 大家会觉得说 哇你这个已经 已经跨过那个应该有的道义的范围了 反而会有那个反效果 所以我觉得 郭董已经够清楚了 他没有要站你的台 他如果力挺你的话 他就直接会在他的脸书上面说 对我就是支持高尔安 但是他到现在没有 他到现在为止都说 需要新竹市民的大智慧 这个会是像是挺高尔安吗 我觉得高尔安够了啦 不要这样子一直吃人家豆腐 不要这样一直打擦边球 很明显郭台铭就已经是在切割了 宁可带着七小去看魔兽打篮球 也不要去参加你的造势晚会 易中兄怎么看 郭董可能担心会火烧上升 因为高尔涉滩的程度相当严重 那宣董呢 宣董难道不怕会被高尔拖下水吗 应该这样讲我不清楚 就是比如说郭董或宣董 他们这种董支配等级的 知不知道高尔安在这个小金库里面 在那边上下来上下去 就是说你如果说缺钱 你说真的缺什么赞助的 我们反正我们对有钱来讲 对企业家来讲 给钱这是没有问题 可是企业家最在意的一件事 你看郭董为什么之前在 帮人家浮选的时候 他要写上不能贪污这四个 你会觉得很突兀 这怎么会一般不是写金钟报国 那种好像要慷慨就义吗 怎么写个不能贪污 因为其实对这些高大企业家来讲 他们最痛恨的 就是他们下面的这些采购 做这些股票到时候的事情 我就给你这么多薪水 你如果做得好 在这种企业里面 你做得好 绩效股票什么都给你都没问题 但是你不要在那边给我专营 做一些这种小离小气的这种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甚至我都怀疑宣董 知不知道高宏安在里面 给他在那边小金库 叫助理回捐这些 我可能都怀疑他们知不知道 因为那个对话都是之前的对话 所以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 这些事情高宏安 始终没有办法去讲清楚 那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把他包过去 然后利用郭董 现在在民间的高声望 时不时就是包着他 然后就是把郭董搬出来 那当然我可以承认 必须承认郭董 因为他现在不参与政治 从事很多公益活动 所以他在民间 确实有一定很高的声望 这也是为什么高宏安 一直时不时就把郭董讲出来 可是也讲了一句话 大家都想了嘛 整天说要帮郭董 结果你都在执行宣董的指示啊 就是那个信息里面 我在想如果是郭董 我看他心里想说你整天搞要说 要站在我的肩膀上 结果不对啊 你都在老轩逼啊 看着他蛮听宣董的指示哦 对 因为老轩 他本来就是喜欢插政理嘛